巴黎 巴黎是文艺之道 但曾經亦是安裝之城 百年前 巴黎人仍經常把糞便扔出窗 途人隨時都會中頭獎 後來法例規定 談到之前要大叫三聲 有人更加說 巴黎出名的拱狼 正是為了阻擋天降金路而誕生 但查無根據 不過 它的出現的確可以為購物狂 借風擋雨 我們現在是Vivienne 一個走廊式的商場 即是百貨公司的前身 在十八世紀的後期 十九世紀初 是非常多 在巴黎有一百四十幾條商場 不過後來因為有大的百貨公司 像沖天和拉法耶 開了 人們就喜歡去行大的百貨公司 這些走廊式的商場 就慢慢適明了 現在大概在巴黎 差不多有二十條 不少拱狼曾經都各有特色 而且曾經吸引不少特色名店餐廳 Jean-Paul Gaultier都曾經進駐 好像這間書店 由1826年就開始押納於此 不知道這些拱狼 會不會像香港小店一樣 最後成為一度消失的風景